这种内外融合的风格 看习惯之后感觉还不错 今日分享 变形金刚传世系列 核心级 弹爆 弹爆已经是传世系列 第三个引者战士角色 传世系列的引者战士 选择的是风格融合的路线 也就是说 不再有引者装甲的概念 而是把野兽造型 和机器人造型 揉合在一起 作为核心级产品 背包是个飞机头 好像也没啥好说 头雕部分 是引者外甲吸血鬼的造型 虽然有细节涂装 但看到鼻子 总觉得有点像二师兄 而身型部分 也是吸血鬼形态的元素较多 反而是带机翼的两门炮 看起来更像弹爆本体 难得的是 机翼后方还刻画有细节和涂装 可动方面 在核心级中算是相当不错 主要的关节部分 都是球性关节 再加上身材匀称 感觉可动方面 已经不用多说 腰部转动也完全没问题 最难得的是 脚腕不但有向内接地 而且由于变形结构的原因 前后脚掌也全都可动 另外两门炮当然也能全方位转动 核心级能有这样的可动 已经算超出预期 配件方面 有一把造型独特的锤子 摆造型方面 确实可圈可点 另外可以将背包的机头部分 后翻45度 武器先将长的突起 塞入后方窝口 再将短的插栓 按压插接 两门炮也同样可以拆掉 插接在机头两侧安装 有了翅膀之后 会更接近吸血鬼的造型 可惜从侧面看翅膀离身体会有些远 身高方面大约9公分左右 和同为核心级的吸怪站在一起 身高基本持平 和可乐罐对比 效果会更直观 全装备的重量大约30克 虽然以球形关节为主 但关节的手感倒是不算松 接受这种审美的话 弹爆的人形态 还是可以给到8分 中场休息时间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千万记得点赞关注 头臂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哦 那么开始将弹爆变形 首先将小臂伸直 两门炮上旋180度 将机头沿双关节向上拉起 折叠并插接内侧插栓 再将整个机头前翻 插接脑后的插栓 将脚掌和脚跟在中间拼合在一起 再将腰部旋转180度 再将双腿折叠上翻 对齐插接胸口的插栓 双脚可以下翻平接地 也可以上翻盖住面部 最后以同样的方法 把枪安装在机头下方 弹爆的伪装形态 是一架悬浮式战斗机 飞机的还原度 倒是比较贴近原设定 只不过悬浮螺旋桨的尺寸有点小 还有就是 唯一部分有些不明显 作为核心级产品 变成这样也说得过去 可以给7分 综合来说 作为核心级 这款弹爆的表现不过不失 我个人还是挺乐于看到 引者战士以这样的方式重置 最后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千万记得点赞关注 投币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 我这里先行拜谢